HOMER14是選擇選擇選擇 使用的優勢是優勢 這算是最難的功課 今天我們會做一個抄拷的遊戲 如果你不想劇透的話 你現在可以暫停開始做你的功課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做的話 你可以看看 現在說一下裡面應該有什麼功能 如果你完全不用List去做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次List只是說 因為我們有三個運 所以我們用List一次過做完這三個運 又或者其實很方便我們之後再加運 例如你想覺得太容易 想加一些運 或者你想到某個分數就會多些運 所以可以加一些Item到List List在這方面就很方便了 先說說我們有什麼功能 如果你用List的話 第一件事 請你用List的話 請你記住那兩個步驟 之後你要想一下 你按按鈕的時候 究竟你會發生什麼事 那什麼叫Enable呢? 這個Enable的意思就是 究竟我能否讓它動 例如Bird 我一開始不想讓它動 無論如何按鈕也好 它也不動 所以我按鈕 一開始我教了它 先把它剔掉 先剔掉它 好,接著 我要重複雀的位置 因為有機會它在其他地方掛掉 然後重複雀 然後分開 然後Clock開始 因為小鳥要開始接受地心吸力 然後是Reset Cloud Reset Cloud 就是Cloud 去右邊 然後設定速度 讓它向左邊衝 然後在Clock Clock 首先要設定Graphic 給小鳥 第二件事 分數是隨時上升 所以要加分 第三件事 當雲變成旁邊衝 請你重複雀 去右邊 接著 按CANVAS 無論在任何位置 我們希望小鳥會向上升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要設定正數的速度 給小鳥 設定正數的速度 你不用怕它一直向上衝 因為我們知道 有Graphic 每秒鐘都減低速度 所以它只會向上一陣 這樣就跌下來 接著 TOUCH UP TOUCH DOWN 我們會轉 小鳥的娃娃 按下去 它會排役 放手的時候 有隻小鳥的娃娃 接著 我們什麼時候 End Game 就是當我的小鳥 撞到雲 即它撞到其他東西 就是End Game 當我們碰到旁邊 即它碰到上面 或者飛太低 碰到下面 有End Game 我用了一個 不知道說 End Game 發生什麼事 End Game 我用了一個報紙序 因為出現了兩次 End Game 要停止中距 即是停止距離 第二 鳥要停止 即是停止 暫停的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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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你會看到reset雲 什麼是reset雲 第一件事 暫停的鳥 我們要把它搬回最右邊 即是設定X的位置 第二件事 我希望它是隨機出現高度 你要隨機出現高度 即是Y 然後隨機出現速度 這樣就好像比較好玩 但你會發現 這個運用List List 再加上Procedure 有少少麻煩的東西 你可以再學多一些新的東西 去處理這個問題 OK 我們用Tutorial2講五隻 橫行的生物 那些曲子 去做一個展示 我們說什麼是Procedure Procedure其實只不過 幫我們把曲子 寫在其他地方 方便我們reuse 例如現在我想把曲子 寫在其他地方 然後再駁回去 什麼意思 即是表示 每次我想做這件事 我會把曲子寫在其他地方 看看這裡有什麼 把這些東西搬過去 做 那就是 基本上Procedure這件事 是做了零件事 純粹是方便看 以及方便你重用這些曲子 但有個問題 如果你就這樣搬過去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會有一個感嘆號給你 因為這個item 是源自for loop 這個item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local variable 相對於這個global 這個只是一個local 只可以存在在for loop 我們不可以拉來這個for loop 但我又想把這些曲子 拉到Procedure 那怎麼辦呢 原來Procedure 是容許我們 帶著東西進入Procedure 什麼意思呢 此論 有一個input x 我們有一個input x 所以我們現在去找Procedure 然後他會問我一件事 我便把getItem 放回這個for loop 然後這個item 會傳到x的位置 在x的位置 在x的位置 簡單來說 這個item經過這個步驟 變成x 變成x 然後去找到image price 所以如果你想在list中做Procedure 你需要有一個input input input之後 把getItem 放到這個input 然後在x 拿回這個x 放在component的位置 就可以了 當然 如果你覺得你做不到的 不要緊 不用list 我們只有幾個component 不用list 絕對可以做到 你只需要逐個component的code 寫出來就可以了